在论坛里面,所以上一次上课 大概主要我们是讲到有关几个重要的范例 像黑名单筛选 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主要是 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不同的范围要比对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Countif函数 Countif函数的话 其实它基本上使用起来非常的简便 主要就是反正你就算 它会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哪个范围 黑名单 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 就是它会问你哪个条件 比如说我要找的email跟它讲 最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范围资料全部找完 其实找的速度还蛮快的 也就是如果以后你有那种不同范围的资料比较的话 你可以用类似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主要是利用Countif 所以Countif这个函数基本上相当好用 以后的话你要比对某一个范围是不是有你要找的东西的话 那基本上用Countif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 那另外当然我们有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也就是利用那个之前讲过的录制 有些程式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利用录制聚集 把一整串比如说你还有新的黑名单你要查询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按个按钮自动就帮你查完了 那当然这样的效率相对会比你平常用土法练钢的方式会快很多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乐透彩中奖几率的统计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也会利用Countif 那主要就是算什么呢 其实Countif在这里主要可以帮我们算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是最高的 OK也就是说在那个所有的开奖 比如第101年跟102年 这个范围在另外我会有配合一个叫定义名称 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范围很大 然后你要选举不容易的话 另外第二个就是如果跨不同工作表 那我是建议你把范围先定义好 然后接下来配合一个快速键叫F3 你可以配合F3 他可以帮你把那个名称给带出来 定义名称 然后再加上Countif 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乐透彩101年跟102年哪一个 哪个数字出现几率最高 把它做出来 其实蛮快的 如果你懂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把你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做VBA的部分 其实当然如果VBA 我们这学期学完大概最常用到的就是丢公式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你做过的公式 丢到了那个储存哥里面让他跑就可以了 最后有讲到一个算出前期名的一个报表 好像还有讲到有关网络下载一些资料 那如果有些细节假如说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那个影片再重听过 听完之后记得一定要自己动手做过一遍 而且尽量就要做熟练 像这种东西技能的东西就是要熟练 如果你不熟练你要怎么应用 非常多人说老师我学完之后 我好像会了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用 因为你不熟嘛 如果你要运用在工作上 你要熟练 OK不是说你会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会 可是你好像还要想很久 然后又不连贯 然后又写错 当然可能那个效率还是不好 所以就是要熟练 而且熟练之后还要懂得 把它灵活的做什么呢 做连贯 而且还要做一些变化 不过这个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请各位就是还要下一点功夫 因为像今天最后一次上课 然后我就说上个礼拜最后跟同学讲说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还真的就有同学 寄了一个问题给我 不只一个问题 寄了四个问题给我 希望能够帮忙解答 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表示说他回去有思考 怎么样把VBA结合在他工作上面 OK 那那个问题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是把它丢到那个 就是我们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 这同学的题目 这个 这个 这个题目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范例里面有一个叫 资料分割与排列 因为重点是在分割资料跟重新排列 OK 那这个题目的话 各位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记得在检视与参照 你记得云端白板里面的检视与参照 然后打开这边有一个范 这边蛮多范例 其中一个范例是 资料的分割与排列 他其实就是 他这个还蛮用心的 他问问题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 或者直接在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他没有VBA 所以你还是非得要把它下载 打到里面下载个 下载的e-sale 那里面他总共有四个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问题 其实逻辑相当简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OK 因为这个档好像里面没有太多的隐私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 应该没问题吧 那个 那他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他希望 把这一边e 这边的资料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红色框框 就是要变的啦 那当然你可以 这个是给你一个示意的范围 这个是要做出来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怎么样搬到 搬到这边来 他有什么规则性差异呢 你会发现 他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这边的资料怎么样 这个就是变成他上面蓝名 然后底下这些东西 A欄要放在A B欄要放在B 以此类推 OK 像这样一个题目的话 怎么做 如果当然你不会 好方法 OK 当然他这边有提到 网路上有讲到 不过他要用公司跟阵列 可是像这种东西 用公司跟阵列 非常非常麻烦 我反而建议你干脆写VBA算了 你会发现是像这种问题 写VBA反而比较好解决 OK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那也许可以自己在把这个稍微 这个范围就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我希望写VBA旁边有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我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怎么做 他这边好问题二 问题二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有有也这个范围 好这个范围是最后要的 那把它delete掉 也意思应该可以懂吧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把它拆成 看一下 拆成这样子 也就这边先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再放在下面 这个再放下面 当然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不会用VBA的话 你只能突发链钢 如果资料那么多的时候 哇不得了 OK可是如果用VBA来写怎么写 他第一 第二个这边蓝跟列也要 好像这边也要再把这个拆成蓝跟列 刚好他前面这个是蓝 后面这个列 其实也可以怎么 把它拆开来 一个放蓝 这就可以蛮多种写法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边可以删掉 这边也可以删掉 也就是说如果这边删掉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把1 1就这个范围 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边来 那其实也是一样 写个VBA就可以了 OK你不见 像这边的话 反而你用以色列里面的函数 跟使用公式 还反而比较麻烦 OK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简单的事情 也许函数公式都OK 但是如果复杂的事情 我是建议你写VBA会比较OK 这个题目已经有点难 问题三更困难 他这个问题是 他这边还有说明一下 他说 这边 比如说他这边的资料 这边的资料是什么 是A A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叙述方法 就是A 他顿号后面 他2 其实前面应该有个A 可是有的时候 但我们会觉得 那可以省略 但问题如果将来要拆开来的话 应该要把它拆开来到底下 也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这边的资料 自动帮我拆开来 放到这边来 刚刚好就符合什么规则 符合就是拆开来的规则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用VBA 其实这个里面没有办法用函数 里面可能找不到 对应的函数可以用 怎么做 所以你也可以怎么 把这个范围给删掉 当然如果你不会更好的方法 你就只能怎么样 复制A1贴到这边 复制2 前面自己补一个A 复制3 前面再补一个A 那这样不太OK吧 如果你工作多的话 就像这边同学写的 每次遇到这类案件 都让人感觉厌世 所以为什么要学VBA吧 我是建议 未来你一定会遇到资料量 只会变多 不会变少 因为现在资讯的应用 不可能回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一直膨胀一直膨胀 那如果你用图法链钢 像这个问题啊 我不得了了 你每天就在那边图法链钢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 每天都在图法链钢加班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写程式嘛 但如果像这一题啊 如果你会写VBA的话 很快就做出来 一个按键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而且这个程式 我已经已经做好了 还有问题是 就是什么要上色 这个上原来的颜色没有 他就是A一个没有底色 B有底色黄色 C又跟B不一样 那D又跟C不一样 OK 有这种落差 他现在好像是一个group 如果分开来的 你也可以 假设你要这样画底色的话 这个要怎么做 他旁边也有写一些叙述 也兴趣同意 各位可以来自己再看一下 那听到其他问题 我是觉得问题好像相对的多了 要把这个讲完 我看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待会也许可以看一下 我是把这个题目放在哪里 云端上面的检视与参照 里面有一个叫范例 资料分割与排列 那刚刚的问题 一到问题四的答案 当然也许你先不要看 不过我已经把它放在这边了 如果等一下输入之后 答案又出来了 程式其实不多 大家看一下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其他 我们的题目之后的话 或许留一点时间 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重点 怎么做 像这个要变这样的话 其实程式就这么多 其实没有几行 而且大部分都是我们教过的 怎么做也许待会我们来看 也许有时间的话 先看一下这一题 另外的话 我们课程里面 今天要讲范例档里面的检视与参照 那请各位先开启那个 检视与参照 函数练习这个范例 那请各位切到那个什么 lookup这个范例 那第一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一个查询 其实检视与参照主要就是查询 以share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左边这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 如果以资料库的角度看 这个就是一个资料表 那右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查询界面 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入005 自动帮我把这四个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有没有 当然理论上以后是放不同工作表 但因为我们练习便利 我是把它放同一个工作表 那这也就是说 蛮多同学问到 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我如果编号自动带出 其他栏位资料的话 这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当然主要我们是会利用到 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检视与参照 这个类别里面的函数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提到的那个题目 是额外的练习题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检视与参照 那刚刚那一题的话叫做 范例 资料 分割 与排列 这个题目 那你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呢 让一下看看 也许 这个怎么做 那当然我就 要把那个题目解出来 其实也是按照我之前讲的那种 写VBA逻辑 反正有多少个 你就跑个回圈 然后把资料带到哪边 然后要做切割就把它切割 要合并就把它做合并 最后结果就出来 其实应该没有想象中复杂 不过还是需要动一点脑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